嘿 歡迎大家回收官方粉絲遊戲頻道 我們今天要來實測中國官員的稅金生產能力 到底有多好喔 那這邊測的這個時候 我們先用一個帝國學院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在各個礦場 跟採集點的位置 我們下這個軍營 來替代所謂的礦場 就是官員可能走到這個距離去收稅 這個相當於我們的伐木場 這個的話相當於我們的火樹 故意蓋遠一點點 因為軍營的體積比較大 讓官員需要多走幾步路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真正相當於 軍營的軍營 所以就直接蓋在TC旁邊 接著我們生產一個官員 然後我們要在這個 時代2進來之後還要蓋一個鐵匠鋪 這個是石礦啊 但我們就把它當金礦 好 再來就是蓋一個鐵匠鋪 再來就是蓋一個鐵匠鋪 記得把官員的自動收稅都關掉 記得把官員的自動收稅都關掉 等一下我們沒有最近可以測不過直接被他拿走 那順便跟大家講一個資訊 就是村民實測的採金速率啊 照官方公告是這個 每秒鐘採集0.75斤喔 所以實際上他應該要在每分鐘內可以採集到45斤 但實測的結果大約是39.5 因為村民在採金礦的時候 即使你的這個礦場已經完美的連接了 他還是會需要投放 我們這裡用石頭來代替 因為等一下統計每分鐘金量的時候 才不會跟官員重疊喔 但給大家看實際上他的採集率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不要偷我的碎金啊 你這混蛋 他已經偷拿了兩個碎金有沒有發現 好啦那這裡我們再來示範一個東西喔 中國的科技現在我們研發鋼之箭矢加上工程器 兩個各花了150斤跟50木 我發現新功能好蠢喔 怎麼這麼蠢喔 我可以叫他列陣後自殺耶 SHIFT的自殺 SHIFT的自殺真的是新功能啊 就記得完成你的任務之後再自殺喔 那 現在這個村民已經採很久了啦 官員在監督軍營嘛 所以跟他沒有關係喔 但你會看他的每分鐘採集量 大概就在40跟30之間來回跳動 那那個30持續的時間其實非常非常的短 但你換算回實際採集率的話 他大概是39 你看這個30可是沒幾秒之後又會變40 所以實際平均下來是非常接近40 但遠不及45 因為如果是接近45的話 你會看到他會在40跟50之間跳喔 那 所以 實際採集率沒有辦法直接用0.75換算過來 就是因為他在採集這40的 應該說要採集到這所謂的45資源之前 他必須來回放4次 這來回投放4次的過程就 就已經讓他的這個採集效率下降了 所以村民實際一吋彩晶的話 約莫我們就算寬放一點 約莫最完美的彩晶效率的話 也是等於1吋40 但實際上大概是39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測官員的稅收能力 現在注意是沒有帝國考試的狀態下 沒有帝國考試的狀態下 我們放一個官員出來開啟自動稅收 其他的官員不管你有幾個啦 其他的官員正常來講就是用來監督資源跟軍事生產 監督資源自然是在早期是監督食物跟木頭最為主 那這兩個你監督之後 還是可以造第三個官員出來專門收稅 為什麼我一直推薦大家要造一個官員是專門收稅 即使你一開始負荷不了也沒關係 你要記得用你監督用的官員間歇性的收稅 不要就放著稅金不拿 因為他在收稅的這一段期間 可以抵掉大量的採集村民的工作效率 他不只幫你省人口 他的這個吃掉的食物量也比這些村民少 你看實測下來 他的在合理的基地配置下 官員的每分鐘稅金量可以超過120 所以大約可以抵掉 我們要阻止他收稅等一下 他大約可以抵掉 四村三到四村左右 但是我平均通常是用三村 因為你也不會那麼完美的每次稅金都收到整數 官員你只要沒有微超他的時候 他收到非整數稅金會首建的跑去收下一棟建築 然後收下一棟建築 那棟建築裡面可能有七八十的稅金拿不出來 可是因為他現在手上有18稅金 他覺得我還沒有拿滿 他就跑去那個七八十稅金的建築 拿了兩稅金把它補滿20 然後就回去放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那個七八十稅金的建築物 進入30秒的冷卻不能再被收稅 但是這個首建的官員他就是已經 已經去把它弄成冷卻 所以接下來他的收稅效率就沒有那麼高 那他就閒置 因為他發現沒有稅沒有稅收可以收了 然後這個建築其實有一大堆稅金拿不出來 那最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冷卻時間 那這也是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帝國考試重要的地方 帝國考試這個科技非常的重要 你拿了之後才能夠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是大幅度的避免這個稅金不足的 這種效率浪費的問題 那在這段期間我們就再稍微多造一點東西 讓這個當作經濟還有在運作一樣 像是多發了一點木啊 然後這裡這裡多發多造一點 多吃了一點羊 鐵匠鋪的稅金到現在還沒有收完 我只研發兩個科技而已 研發兩個科技 你知道他總共給我多少稅金嗎 這個一個科技要跟我們拿125斤嗎 那我們剛才研發兩個科技他給我128斤 所以也就是說在封建時代的時候 他的所有鐵匠鋪金黃金消耗自動減半 幾乎是自動減半 你只要有把這稅金拿出來 他就是自動減半還你 那在城堡時代的所有這個鐵匠鋪科技 自動減四分之一 到這樣子幾乎都還是有神羅的鐵匠鋪時代的強度 你只要有把稅金拿出來 你不要無視官員的話 一個官員在帝國考試之前 相當於三村以上的採金效率 因為我們在算村民的時候 一村算40給他已經是優待他了 可是我們在算官員的時候 算他120已經是虧待他了 因為他明顯超過120一些 好那我們現在用另外一隻沒有稅金的官員 回到城市中心附近再讓他開始收稅 不要 不要站在這個其他的出發點出發 那我們現在打開他的自動收稅 他的稅金理論上可以拿40 然後我們是從25秒開始測的 這稅金永遠領不完 我們可以不用研發 要注意我在放資源點 這個已經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基地尺寸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規劃中國的基地的時候 不要那麼早去注重外圍資源的開採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你的基地越密集 首先有越好防禦的這個特性以外 你在官員收稅的效率 你願意把它維持在一定的 效率範圍內的時候 這個官員直接抵掉 假設他能夠翻倍到240 但現在是超過 他能夠抵掉雙倍以上的村民 剛才測的這個三村的話 那他一個人抵六村的收稅效率 280的話甚至不是六村 280可以算七村了 280可以算七村了 這樣七四二十八 所以 你一個官員 在開帝國學院後 加上你打封建時代的這個持續造兵 研發科技 要注意我測試鐵匠鋪這個科技啊 是包含這個的 是包含經濟科技的 並不是只有鐵匠鋪科技 村民在整個封建時代 比別人節省一半的建造時間 其實也非常的強 甚至這個科技才50斤 我研發這個給大家看齁 更誇張 真的是更誇張 這個我剛才說鐵匠鋪一個科技 環體64斤 不是只有鐵匠鋪 它是所有的科技研發 只要你有碰到帝國學院 那個穗金翻倍之後都很誇張 那個歸還量 因為科技的歸還量真的不少 那但是重點是不少以外 又因為帝國學院翻倍之後 中國有蠻多的這個研發科技 幾乎等於免黃金啊 所以法國的法國的研發費用-25% 好像很OP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黃金的返還量 絕對超過法國的-25% 我剛才研發了一個50斤的科技 結果他現在還我64斤啊 請問一下法國的請喝一看 差別就在於 你要記得讓你的官員去收稅 不要再說稅金不重要 不要再說啊官員就那樣而已 然後稅金就那樣而已 就沒空拿稅金啊 我要監督我的資源建築啊 我沒有監督資源建築的話 我少20%欸 稅金才返還10%對不對 你採10的食物 他才給你1的稅金 聽起來很爛對不對 但你到處都有稅金 不是只有這個建築而已 然後所以你還要想 一個官員 少監督1分鐘的這個食物採收 你可以損多少的肉 以一個村民來講啊 以一個村民來講啊 他是0.66 然後乘以60 一個村民在完美狀態下 他收養 收果子好了 收果子 是這個值 如果用 0.75算的話 那是45 每一個村民 每分鐘產生 這個45的資源量 那 45資源量 這樣 以剛才我實測的這個 踩10的距離來講 你就會自動的被降成 40 而不是45 那 用40來算 我用 假設 7個村民 在弄墨房 在收養 所以我捨不得放開 我要監督他 才能夠讓這個墨房的資源產量 加10% 所以 40 40每村 40每村 然後乘以7 等於280 的這個資源產量 然後我們再把它 除以10 乘以2 等於我們 多拿到了 就是每分鐘 多拿到了14 14 14的食物 我官員就站在那裡監督他 讓我多拿到了14的食物 然後 因為這個多拿到的 多拿到的14的食物 我沒有去收 每分鐘給我120的稅金 不覺得虧大了嗎 那更不用講 我們之前教過大家的 把你一開始採陽的村民編號 在你的官員要去執行收稅任務之前 選他們放 然後收稅 那 官員去執行這些 放稅金的任務的時候 你的村民還在工作啊 你的村民還在工作啊 那 你並沒有錯過剛才那一次的資源投地 就已經不虧了 以我們之前示範的那個 莫訪來講的話 他應該是大概這個距離啊 官員只需要走 走這個兵營到 到TC的距離 所以你是絕對不可能在早期錯過收稅的 所以即使到後來 我少我去收稅的期間 多拿了可能 200的稅金 可是我錯過了兩輪的資源投放好了 兩輪的資源投放才多少 7村的兩輪資源投放才140 也就是剛才算了14的一半 所以我只錯過了7的稅金 更少 就根本不重要 不能說根本不重要 只是說 那個代價跟稅金之間完全不能比 所以務必要記得把你監督的官員 要偶爾中斷去做收稅的工作 如果你發現你的稅金真的太多 稅金真的產能非常非常的高 中國你要是沒有在前期去使用稅金的話 你錯過的前期經濟優勢非常的巨大 那我希望這一次的實測 我們測的這段時間是真的對大家有幫助的 在沒有帝國考試的情況下 稅金也有每分鐘120的潛能 這每分鐘120只是你沒有辦法持續的挖 因為你沒有一直在報兵 你沒有一直在造單位的話 你是不會有這麼多稅金可以收 單純的靠採集資源產生的10% 是不夠你維持一直採集 但是一旦上了這個帝國學院之後 也就是說從封建時代你開帝國學院開始 你會有非常多的建築產生雙倍稅金 這個稅金的產生速度就會非常的快 然後再來就是研發科技的時候 會還給你這些黃金 就是要想科技黃金半價 甚至超過半價 是非常非常強的這個經濟加成 就只差在你去把稅金拿回來而已 你要是不願意去拿的話 你要是不願意拿帝國考試的話 你就永遠體驗不到這個稅金的加成到底有多強 那我們這次的實測就跟大家做到這邊 希望大家覺得今天給大家的內容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